當然柯文哲現在呢 深陷在金華城案裡頭 藍衣內部對於挺不挺 柯意見分歧 更傳出有黨內大佬 直接向不斷揭蔽的自家議員 要求說不要再打柯 甚至還有人直接痛批 打柯是不顧大局 但是臺北市議員尤淑慧就指出 議員是要對市民負責 是要合作不是合污 原本正常聯訪 但聽到這個問題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馬上轉頭就走 話都不說了 真的有這麼難回嗎 畢竟國民黨中央定調 希望立院藍白 繼續在議題上合作 還向涉入金華城案 遭到羈押的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送暖 現在更傳出藍營大佬 擔心打柯動搖 藍白合作基礎 對自家議員施加壓力 其他的長輩還有個人的意見 我沒有辦法去讓每一個長輩都滿意 市議員尤淑慧透露當初是黨內不希望議會金華城調查小組召集人被綠營拿走才叫自己接下 沒想到之後卻不斷收到黨內長輩們的關心 比較溫和的叫他不要查別再打科說中的直接痛批他不顧大局就是為了聲量讓他忍不住反問合作真的不是合污而同樣積極揭蔽的市議員中小平同樣遭到黨內關切 立院黨團要合作啦當然跟我們追這個案子或許有些汗格之處 台北市的前市長的弊案的貪污世界我們身為任何黨派的市議員我們也必須追嘛也沒有選擇啦 我不可能一邊當召集人查一邊聲援柯文哲那這我自己不就角色錯啦 打科議員無所畏懼選擇持續對閉案追追追就怕挺科反而會引起藍白兩陣營各自重傷 民進黨立委柯黑大將軍王世堅也有話要說 民眾黨還要繼續挺下去嗎 是不是該向柯文哲道別的時候啦 王世堅重話說出口要不要為選民找出真相 挺不挺科也掀起各陣營的內部矛盾 記者綜合報導